一个风系都不带 主战方这边就带了一个女儿村 作为全场的唯一风系 辅助带化身 辅助带 辅助带咒势补陀 法器带神母灵 物理带石头灵三攻 你确定这样的比赛你们不想看 你去哪里找这样的顶尖队伍去打三输出的队伍配置 而且 对面明显是有一些玩的意思 他一个风系都没有 三输出不带风系 低辅化身三攻 我们就看一场 另外两场不看 好吧 就看一场 就看一场 给个小面子 给这么人一点点薄面 如果不好看的话 我的积极 积极少 少 少 少一 少一厘米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 但是 讲道理啊 像这样的搭配 珍宝格的队伍和鱼岛的主队伍 所以硬将第一团队去打 我觉得不可能不好看 少一厘米 我还有十七 还有十七厘米 别的不敢跟你们比啊 但就这一点上 也充满了自信心 在这个方面 没有关系 观念方大课对面 我们看一下 普陀山 因为是三攻的赛制 他们秉承着要三个输出点 否则他们不会 是这样上的 宋师普陀 师陀神墓 三攻 两个法神墓 师陀领 三攻 主队伍配合了一个女儿 去拿了全场一锁 这样的比赛 对面只能早期打输出了 兄弟们 因为观念方的这个紧箍咒 就可以把对面给玩死 对面没有风气 观念方笑里藏刀 可以控精心 就别说观念方 还有两个输出了 师陀神墓 就光这个紧箍咒 对面都扛不住 所以 羽岛那边 他只能呢 让自己的 师陀和两个神墓灵 早一点 再早一点的 把输出打出来 把面伤打出来才行 稍微的把比赛往后 拖一拖 对面就没有机会了 就没办法操作了 就稍微的打得久一点点 对面就不好打了 恩克罗纳空 欢迎兄弟们来到直播间 第四个回合 不知道谁指挥的 兄弟们 可能是王哥自己打的呀 也是有可能的 我知道这样的比赛 不可能打很久 就现在你们看到 这场比赛 他不可能打得很强 一定是比较短的才对 主战方这边的话 如果要 要真的打战术 兄弟们 为了是配合三公所上出来的 尸屯 和神木灵 尸屯你完全可以用粉变身的 用粉色变身 你先让神木灵去进行 轻宝宝操作 不送黄条 就不送愤怒了 不行吗 神木灵去单抽 尸屯领去尸薄 前排宝宝死的不要太快 完了的话 后排全部交给紧姑丈 自己的女儿村 自己的化身世 什么事都不做 就专门效力 就这个战术啊 都可以把对战方给玩死 是不是 轻轻松松 把对面给玩傻掉 欢迎八面煞星来到直播间 欢迎兄弟们来到直播间 后面还用地厅城 不知道兄弟们 反正这样的比赛 打得很长 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他不可能打很久 是不是 他打很长 干什么呢 没有意义啊 所以比赛回合肯定是比较短的 神木灵是持运楼的 没错 持运楼的神木 鱼岛的神木 还有鱼岛的尸桶 组建了三攻队伍 打得三攻表演赛 VS的队伍 关键方 关键方这个尸桶令好像 这个尸桶令哪里来的 兄弟们 棒棒真好吃 其他位置的人员 咱们都能认出来 一二二 这是狼哥自己的尸桶 是吧 这三攻没封锡 被关键方蹂躏 打得很舒服 现在 好像暂时没有看到 对面有太多的反击之力 被压着打了很久 环境最浪漫 鱼你看西洋 欢迎兄弟们来到直播间 欢迎不知道叫啥 一场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 我没有去讲 因为我怕讲的兄弟会骂我 没关系 还有时间 这样比赛打了多久 我看一下 如果很长我退了吧 好吧 兄弟们 马的还退个屁 马上就结束了 我就知道打不长的 哥哥们 这样的比赛 他怎么可能打很久 不可能的 欢迎苏迪远方 来到直播间 欢迎兄弟们来到直播间 他现在第九很好 对面神木灵没有,没有风灵植嘛,可以刷风枕残云的那种 这应该默认高将方女儿孙只能走精心啊,不能接罗汉,可能会好一些 这罗汉灵中没有的话,双法神木秒的会更舒服一些 欢迎西门花花,欢迎2137 钞尾龙的付费 第十朋友,愿意义们来到直播间 你们现在所在收看的是关键赛ание王珍宝格 主要珍宝格,对面主要鱼岛的三宫比赛 这是真正的三宫兄弟们 所谓的三宫这个是真正的三宫,因为两边是实打实的真三宫 是真正正正正的 你三攻我也三攻 欢迎2208 因为这个赛制啊 决定了大克是4% 小克是2% 说的呢不一样 大克是4% 小克是2% 欢迎满分学姐 欢迎兄弟们来到直播间 马上就写 没有必要换台 兄弟们 就你看看对面这样的队伍 你想想 有没有一丝可能性 在以后的五神坛 也出现这样的三攻呢 出现这样的三攻 会出现怎样的打法呢 直播间有很多兄弟问我 为什么现在五神坛 阵容都是标配212 或者标配的国标点上 为什么没有三输去 这就是版本决定的 为什么没有三输去 你别告诉我 最后告诉我 这场比赛对面赢了吧 应该不是吧 就现在看到这场比赛 你别告诉我 最后是对面赢了 应该不太可能吧 表演性质的比赛 兄弟们瞄一下 我跟兄弟们强调很多续篮 这是表演性质的比赛 我说那时候对面赢了 对面怎么赢啊 哎呀 5啊 119啊 天悦有一个法神木一直在跳呢 我都没去说它 这场完了 我给你这些魔方寸的比赛 大哥们 些魔方寸的比赛 然后我强调一下 因为现在的魔方寸 他的对手太强了 就是他胜率高 那天我们看的是全胜战战 他积分打上来了之后 现在都是一线复战队伍了 所以魔方寸的那个五雷周啊 就会受到一线队伍反防的影响 没有以前那么高 一赛十三个回报 马上就结束了 对面肯定没有后期可以打 关键方也不愿意跟对面打后期 这就是只会以玩的心态 还是那个 那个心态的一个不同吧 只能这么说 欢迎帅气的滴滴仔 不同点非常的明显 对面确实是需要宝宝来冲刺 否则不行 好 如果關鍵方正經打就緊急就鎖一下 石頭嶺跟神木靈去親寵 然後畫上四個女兒出來笑禮啊 對面也不行的 兩邊拿著最頂尖的硬件 這個神木靈是不是就是那個395鏈子的神木靈啊 拿著最最最最最最最頂尖的硬件 給我們展現了一場表演賽 這個說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剛才說連黃條都不用送他 就光緊骨肉這樣說就可以把對面給玩死了 這波對面的3D廳 你意思就是這波對面的3D廳有效果是吧 那我瞄他一下看看有沒有效果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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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时候正经五神台能出现一场这样的比赛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就真的出现一场这样的比赛 但如果是正式的大赛对战方不敢这样子打 也不会去上将军阵友啊大哥们 就你想都甭想 他其实这样秀一秀也好 可以看看珍宝阁的法防到底有多少水准 这个就是珍宝阁的福建化生寺兄弟们 也是被称为第一化生寺的化生寺 他就是珍宝阁的化生 也被称为第一化生 我看看他的一个效果其实也可以 来啊 vamos 谢谢大家